陈女士 您的这些要求呢 我都会尽量满足 但现在有一个小问题 不用铺垫 有问题说问题 我们尽快解决问题 我非常着急要拿到这个版面 问题就是 这个版面我不能给你 因为已经有人预定了 据我所知 你们这个版面还没有签售出去 是没有签售出去 但这个客户呢 是在您之前预定的 而且广告文案已经都出来了 他昨天看了也很满意 表示可以不要折扣 全款付完 这就代表 他已经订购这个版面了 所以麻烦您能不能换一些 我不要换版面 我只要这块 你刚才说它可以付全款 那我告诉你 我愿意在你们的价格基础上 多加百分之一 你同意吗 如果你同意 我们马上就签合同 程女士 这不是加钱的问题 做生意嘛 总要有个先来后到 再说如果因为您加钱 我就把别人预定的版面 转让给你 那传出去对我们杂志的声誉也不好 您订购版面 不就是为了推销您的产品吗 其实咱们杂志有很多版面 都特别适合您 我可以再给您介绍 而且我可以保证 一定做一个很好的广告文案给你 效果一定很可以 另外我可以在杂志上 做一些针对您产品的促销活动 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苏小姐 如果你同意把这个版面给我 我们马上签约 如果你不同意 我就不在这儿跟你浪费时间了 我会去找你的上级主管 经理 指导老板 我相信这个版面最终是我的 程女士 其实预定这个版面的客户 是泰泰的爸爸周医生 周医生 谢谢你啊 别客气 要说这个事啊 得怪我女儿 怪我 一时先进 什么都不顾 不 小红 有些事我想咱们俩要沟通一下 我跟小苏呢 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啊 我就是她的一个客户 小苏的弟弟啊 跟我女儿是朋友 你明白我要跟你说的意思了吧 周医生 这事您真不用跟我解释那么多 其实我小爷那时候您也知道 要不是因为她的中间脚和 我跟苏姐 根本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小苏这孩子我看挺好 你们俩也挺合适 很多事解释一下就 我也想啊 可是她对我就是逼了不见 我一点办法都 不见了 周医生 您不是苏简的客户吗 您不是要跟她签约了吗 要不这样行吗 您就借着签约帮我把她约出来 见一面 这这可不合适 您把孩子之间的事我不掺和 您就当时帮帮我还不行 周医生 我 您 再说了 要不是您的宝贝女儿 让我去买钻戒当场求婚 我能带我人跑着迷逃吗 要不是您去接她们 我能开车追你们吗 我不开车追您 我能追伪装车吗 您就想把这事推得干干净 定什么责任都不负啊 真是没想推责任 你说我这个宝贝闺女 早晚得让她给折腾死 进来 周医生 小姨 您怎么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 我来看看周医生啊 张嘴 让我看看 你这牙补得太漂亮了 你是不是应该 好好谢谢周医生呢 不用客气 你当然得谢了 可是我还没想好 怎么谢呢 小姨早就替你想好了 我买了三张 今天晚上的舞剧票 我们两个人呢 一起请周医生看 去当你是好好 谢谢周医生了 周医生 我们一块儿去吧 我就不去了 你们一块儿呢 周医生 总要给我们一个 谢你的机会吧 最说我这票都买了 你就算 给我们两个人个面子嘛 周医生 咱们仨一块儿去 您就当是给我一个面子 必须去 一块儿去 那行吧 我们好 坐 小姨啊 今天戏上了怎么样 要不然周医生 肯定不能答应你 行 祝你开心 乖了 您今天再加吃饭吗 太加吃 好的 张医生 你喜欢舞蹈吗 舞蹈啊 舞蹈这东西好啊 美 可是我想舞蹈演员 一定很辛苦啊 打小就得练功啊 对 你说的一点也没错 你知道吗 我以前就是舞蹈演员 为了这事我受了好多伤呢 是吗 那后来怎么不跳了呀 我从小是我姐姐姐夫待大的 十四岁的时候进了歌舞团 你知道吗 我当时还是我们团里 重点培养的骨干呢 但是因为跳到二十岁那年 我受了一次伤 所以以后就不能吃这碗饭了 受伤了啊 那是跳不了了 不过现在 你当个影视演员也挺好啊 什么好不好的 我觉得这女人吧 不管事业做得有多成功 做得有多大 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应该有一个安安稳稳的家 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感情 是 我就特羡慕我姐姐和我姐夫 温小姐 你一定能找到一份适合你的感情 对啊 我觉得我已经找到适合我的感情了 她一直就在我的眼前 周医生 我老师电话 喂 我是 你是 你是说现在就过去吗 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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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那你等我一下啊 文小姐对不起啊 今天临时有点事 不能陪你看演出了 没关系 周医生 你先忙 好 好 好 再见啊 再见 不好意思啊 走 出租车 出租车 帮我跟上前面那辆车啊 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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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谁都别开 我谁都别开 情况就是这样 而且她已经找过我们主管了 对这个板面咬得特别死 对我而言呢 这个版面是你预定在先的 我不能不经过你的同意 就把这个版面擅自给了其他人 反正合同我是给你带来了 如果你还想要这个版面 你现在就签字 明天呢我交到公司 这个事就算定了 他再找谁都没用了 不是 我觉得这个事太蹊跷了 怎么居然是他呀 就是说呀 你要说其他人 我也不用那么为难了 小苏 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为了我们家里的事 把你正常的工作 生活都搅乱了 所以啊 卓医生 今天呢你就赶紧做个决断 合同你签了 我能尽快把广告给你登上 你前期也不用找我麻烦 我图个清景 你说是吧 这个 别这个那个了 今天这个事我还能全权做主 明天你前期要真拿着那 加价百分之一的合同 到我们公司 我可真就没办法了 比在这儿 你看着办吧 不过由啊 快把咱都票了 那就能够个适合 拿百分之一 让我去迟给你 那点是不够的 那我会推掉 那你不够了 把这件事就要迟给你 有意充足的 就虽然做了 父亲 为什么呀 带了他妈妈既然肯跟加价 他就是特别需要这个广告位 他需要 你就不需要了 我当然也需要了 可是 周医生 我对于你跟你前妻的关系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只是就事论事地说话 这个广告位 是你预定在先的 它呢 是后来者 按照正常的程序 我也应该为你 保留这个广告位吧 再说了 他现在要用加价这种不良竞争手段 来抢夺属于你的版面 我觉得这个事不对 你不了解我的前妻 他这个人呢 很有点弃而不舍的精神 他要认定的一件事 他就必须得做到 那你对我这个人也不了解 我向来都是认真做事 好好做人 凡事要讲究一个先来后到 我凭什么因为他来争 我就把你给挤掉呀 喂 姨姨 嗯 为什么公司账面少了一笔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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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 因为我要给咱们的产品做广告 所以我就提了一笔钱 当广告 对啊 咱们的产品刚刚要上市 所以需要大力的广告宣传 我就找了一个 相对有知名度的一家杂志 然后抢到他们特别好的版面 相信我 只要咱们的广告一登 肯定大卖 阿姨 嗯 当广告 宣传产品 嗯 我当然不反对 嗯 可是见不到的事情 是不是应该先跟我商量一下 再做决定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是这样 因为之前有一个客户 已经跟他们有预约 只是好在还没有签约 我是想把那个版面抢到 所以就着急花这笔钱疏通一下关系 疏通关系 你又去送离了 嗨 贝贝 我跟你说过了 这在国内是需要甚至很重要的 一件事情 可是我真不喜欢这件事做 好了 好了 开车向前看 这个事情我决定 好了 好了 行 周医生 反正该说到我都说了 今天你这嫌疑要是不签 明天发生什么事 你可别说我到时候没提醒你啊 不会的 行吧 反正呢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能帮的我还是会帮 可万一你前期再用别的什么手段 我怕去广告委是真的保不住了 要真是这样的话 恐怕正说明那个广告位 就该是他的 行 周医生 我说句不该说的 你说 您跟您这前妻 风格差也太大了 你们当初怎么在一起的呀 所以分了吗 也是好 那行了 那我先回去了 我送你吧 那太好了 帮我省个打车费啊 谢谢啊 你还在工作呢 嗯 假如有休息吧 嗯 你先去睡吧 我这个还有一个表格 没打完呢 后天开会得用 我得抓紧把它打出来 后天的事情你明天才做吧 后天的事情明天做就来不及了 今天必须做 阿姨 我们还在度蜜月呢 咱们都不年轻了 蜜月不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打开市场 把我们的产品推出去 你知道吗 这个专利是我自己的 我希望它有更好的前进 阿姨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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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睡吧 好的 谢谢 嗯 嗯 到了 谢谢您周医生 别客气 那下回见 好 拜拜 晚安 怎么了小苏 没什么 没什么 那我走了啊 走了 拜拜 拜拜 好 好 那就拜托了房主管 不客气程女士 既然您这么有诚意跟我们合作 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 等苏剑回来以后啊 我就让她按照 您选的这个版面呢 出一套广告策划方案 到时候呢 有什么具体的问题 我跟她沟通吧 你们沟通的过程我不关心 我只要结果 我希望我们的广告 尽快在你们杂志上看中 一定一定有啊 对了 我们那个洗发水的样品 你留着用吧 用不了一个月 你会看到效果 那谢谢你了 谢谢你 我还是那句话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广告 尽快刊登 将来你的洗发水我全包了 那 那这广告也包在我身上 一言为定 我走了 再见 我送您成见事 再见 吓死我了你 干吗呢 主管要是问起来就是我不在 下班了都不回来了 好 华佳 你干吗呢 我工作呢 那个什么 叫苏简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那个她是出去跑广告了 这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一时半会儿是多长时间 就是 您今天都不用等她了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 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 叫她回来不就完了吗 我给她打电话 她那个关机了 没电了 不是 这么巧吗 我刚刚给她打电话 我说那个什么 你得回来领工资啊 她都说领不了 她手机都没电了 完了还能跟你说领不了工资是 就是我打完电话以后 她就没电了 行了行了 就是我 行行行 我给她打 不 就我说完这句话 她没 我知道 行了行了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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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找我 这怎么了 怎么了 昨天晚上 是吧 周医生应该跟我去看演出的 结果她一个电话 就把她给勾走了 当然了 我是相信周医生的为人的 她肯定不会和苏简 有什么关系 关键是你 小姨就是为了让你看清楚 这苏简的本来面目 小姨啊 你可能是误会了 这个周医生是苏简的客户 她们俩可能去谈事了 谈事不能白天在公司里 正大光明地谈啊 非要晚上单独约出去 在餐厅里谈啊 我跟你说凯迪 苏简肯定是看上周医生 一表人才 她动了歪心眼了 这种女孩我见多了 本身没什么大本事 又想留在大城市 所以就把全部的希望啊 都寄托在找一个条件好的男人身上 小姨 你那么说过了啊 苏简她不是那种人 她怎么不是那种人呀 她当初找你 现在又想找周医生 这不明摆着的吗 那要按你这么说的话 我的条件比周医生好 那苏简为什么还跟我分手呢 让我等着了吗 让我等着了吧 行哪 敢和何家合起伙来骗我 还能够出去拉广告去了 来 这蝶能拉着广告吗 你以为你躲就是办法呀 你躲得过初音 你躲得过十五吗 初管 我没想躲 你没想躲 你你趴这底下干吗的 我就觉得吧 你为了那个百分之一 把别的客人 已经预定的版面 转让给他 这就是不对的 不是 小则 这有什么不对的呀 你看啊 咱们的工作呀 就是给客户刊登广告 谁给的钱多 咱们就都被谁招想 这有什么不对的呀 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可是我们也得尊重客户呀 怎么能这么一见钱眼开呢 就为了那么一点利益 就把别人已经预定的版面 给转让了 这不是违反职业道德和良心吗 你别上刚上下了 别上来用这么重的词杂人 还什么良心道德 你这分明就是想说 公司这么做缺德是不是 这不是你说的 你要那么想 我也不反对 我说你 小苏 你这姑娘的思想还是没有高度 你看咱们公司 上上下下这么多员工等着吃饭 你就为了你所谓的什么良心道德 你把那公司的业绩给耽误了 那算不算也是一种 是不是 这是一回事吗 我手上那个客户 他也准备签约 人家说了 在原基础价格上不用折扣 只要我把这单一签 公司一样有收益 可不可以 就少了那多加的百分之一 但是你看 我没有影响大家吃饭吧 我没有给公司造成亏欠啊 而且还保住了公司的口碑和信誉 这么一算 还一举三得了呢 我没有给公司的口碑和信誉 我只要我 我只要我 我只要你 我只要我 我只要我 你我只要我 我只要我 我只要我 你很困难 那不然我只要我 我只要我 您的你 我只要我只要你 面对太阳的时候 问自己是否忘记了初衷 当你被侵蚀内心的时候 未有你点燃黑暗中的烛光 当秋风渐渐吹起的时候 拥抱着迎见另一个眼动 下次来的时候呢提前打个电话 订阅一下好吧 订阅啊 周医生 小王 怎么给你做的新牙不舒服 不是 您给我做这些牙挺好的 我来找您是有别的事 别的事 来 我喝不了多少 没事 小花 你找我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最近 被我小姨跟苏姐的事弄得我 头昏脑胀 我也没地儿诉苦去 您呢 也刚好认识他们俩 陈芳 来找您叔说话 我觉得他们俩 应该产生了很多误会 是吧 你跟小苏闹成这样 你真不应该 周医生您说得太对了 来来来 这代代的前妈跟她爸可真不是一个风格的 可不是吗 这周医生那么宽厚亲和 可这个程总啊 真的是又刁钻又刻薄 他们俩根本就不大调 要不这俩人怎么能分手呢 他们分手不分手 不是我该关心的事 可要是这个程总 真的把周医生的广告费给抢了 我心里还真不好受 总感觉像我做错的事死的 我觉得你现在自责倒是次要的 关键是代代要是知道了 你把他爸的广告费给弄丢了 而且还是丢给他钱妈了 那别说是你了姐 连我都好受不了 所以啊 为了防止这种不可挽回的后果 你姐我啊正千方百计地 力保住周医生的广告位呢 就怕我这瘦肉的小细胳膊 拗不过我们公司和程总 这两条大粗腿啊 我看这事啊 光靠你一个人肯定不行 不靠我一个人还能靠谁啊 你就可以找代代啊 代代 你想你现在是在他爸和他前妈 他之间抉择两难 所以这道题不管你是选A也好 还是选B也好 它都关系着代代 所以你不如拉着代代一起和你做这道题 这样不管结果如何 代代也不会把这件事怪在你的头上 对不对 有道理 那这样 明天呢我再找周医生努力努力 要是他还是拿不定主意 我就拉着代代一起上阵 就做你了 周医生啊 我这小姨 就比我大六岁了 从小我们又是被我爸妈带大的 所以其实说她是我小姨 还不如说她是我姐姐 这个她是 而且我爸妈呢 也都挺褚她的 你小姨呀 就是盼着 你找一个合适的女朋友 但是真 为什么这么排斥小苏呢 我晓忆这个人其实 他特别善良 而且也不是失礼 就是他以前他 摔跤摔得太狠了 他以前玩睡觉的 跳舞 我晓忆以前 在舞团跳舞的时候 谈过一个外里来的同学 那个同学呢 他家庭条件挺差的 我晓忆就经常从经济上 就接级他 有的时候就 把生活费都打进去 可是后来呢 他发现这男的 根本就是在骗他 跟他在一起 也不是因为喜欢他 就是看上了 我们家的经济条件 我晓忆特别失望 就提出了分手 可那男的 居然让我晓忆给他一笔钱 忽然就在团里把他弄成 让我晓忆没法做人 我晓忆没办法 来 就把钱给他了 本来我晓忆跟这男的 是挑一个舞剧的男女主角 正好赶上演出那天分手 我晓忆轻易受着影响 在舞台上摔伤了 那之后这 他也没掉 是这么个事 所以他老觉得 好像谁跟你交朋友 就图你人家钱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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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苏贾啊 一直都是这种天然的第一 其实都是他心里的阴影 明白 明白 那这么多年了 他这个阴影就消除不了 柯医生您想啊 我晓忆他现在干的是演员 您知道这行太复杂了 他天天得面对 各种的人际关系 其实有很多人都惦记着 通过小姨让我们家投资 更有很多人想骗他 他天天在这么一个环境里 他心里能健康吗 是 所以他说 结婚绝对不找权利 小邦 你看人家的妈 太小话了 柯医生 其实我特别希望 您跟我小姨 他成为 成为我的患者 我明白 柯医生您知道 我说的不是这个 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给他办张这个治疗卡 打个折是不是 对 您真会打太极 我不会打太极 我只会看牙 吃来来 周医生 其实我小姨啊 他 他真的 他挺好的 你小姨肯定是个好人哪 你给我介绍了 这么多的患者 对我帮助很大 不是 周医生 我小姨 我明白你的意思 来 小我 不是我 干了干了啊 爸 你想想吐啊 我听话就这儿了 我对你今天的表现大为失望 不是 你简直是失去了一个 合格父亲的光辉形象 你说你 喝得跟一头被麻醉的大象一样 活一下 你还跟那个黄凯迪喝酒 你知不知道他什么人呀 他是你现在的预备役 将来的情敌 你绝对不可以跟他建立友善关系 你听见了没有 不是 我知道 你看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 又带着我这么一不着调的闺女 这现在这跟你这年龄相当 条件合适 为人靠谱女青年已经不多了 咱好不容易锁定苏减这么一个目标 你得积极进取 知难而上啊 你听懂了没有 听懂 都懂 那好 那我告诉你啊 从今天起 不 从现在起 你跟那黄凯迪 还有那文雅 断绝一切来往 咱全心全意地向苏减发起进攻 听懂了没有 不是 进攻啊不是 对 我还向文雅发起进攻 不是文雅 是苏减 是苏减 对 对 文雅了不是 进攻 看来为了你和我的幸福生活 姐我必须亲自出手 进攻 小苏 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 你今天立刻就去跟我办这件事 不要再拖了 主管 我觉得公司这样做真的不对 你看 我们私自反悔了跟周医生的口头约定 把板面转让给了程女士 这传出去 业内人士跟客户该怎么看我们呀 你看啊 小苏 这个事呢 不是我的主观意见 是咱们公司曹总的安排 你跟他说去 这个我可不负责上啊 行了 赶快跟客户沟通去吧 最好能让他主动退出 这样既能保全咱们公司的形象 又能够达到咱们的目的 是不是 这个任务你必须完成啊 公司这算门打得是真够劲呢 恶人都是我一个人当 实惠全公司得 谈得好吧 公司多得了百分之一 沟通的不好 肯定说 这小职员他懂什么呀 这协议不能算数 反正公司是一推六二五 全扣我一个人脑袋上了 是吧 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 你怎么那么多话呢 怎么每次都是跟公司 谈条件讲价钱呢 我哪有 我这 我这平时 开会的时候 每天都跟你们怎么说的 不断地说 反复地讲 作为一名合格的员工 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 为公司不漏洞 替公司担风险 帮公司谋福利 给公司做贡献 关键时刻还要被公司牺牲 对吧 这不都是工作需要吗 姚总 你看 咱们这个公司 就好比是军营 工作就是战斗 项目就是领土 咱们呢 必须把自己锻造成一个 身经百战的战士 咱们要对的是军营 经济战斗 夺得下领土 做的是牺牲 你说是不是 你没事吧 主管 没事 主管 我 我来公司是还上班的 但每次被你一形容罢了 总感觉适合练业 像他上坟似的 你也不觉得 快去 这个 快去 你真的没事啊 我去吧去吧去吧 周医生 我们公司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看来我这个小鬼 是搬不倒阉罗店了 不管我再怎么坚持 他们都会把你预定的广告位 给你前妻了 那你就别太为难了 我这两天要好好的想了一下 如果我的前妻 一定要得到那个广告位的话 还不如我选择退出呢 退出 我找你说这个事 不是为了让你退出啊 是啊 我家在我们公司 跟你前妻之间 是有点不好办 但是你可以自己 向我们公司来追究赔偿的 你都向公司付了定金的 现在是他们违约 你可以向他们追究 赔偿责任的 不不不 那当然我明白 你都是怕我吃亏 你看为了这个案子 你家在中间够难受的 你跟你们领导 还发生了那么多分歧 加上我的前妻 他给你那么多压力 如果我在跟你们公司 要追究责任 然后要赔偿的话 我想到头来 还是给你添麻烦 我不怕麻烦 为了一点麻烦 我就弃名头啊 这不是我的为人 现在明明是我们公司 不讲信誉 见利妄议 你为什么要成为 无辜的受害者呢 你的心意我领了 可现在问题 不光是涉及到你们公司 关键是我的前妻 他这个人我太了解 他如果看上这个广告位 他会不择手段地 一定要得到他 所以我想 这件事情还是算了吧 你这明明是在纵容 他们搞恶性竞争 你为了一个摆面 大家搞得面红耳赤的 我觉得不好 现在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很明朗了 只要我退出 那么就一顺百顺了 大家就都相安无事了 你还真够大度的 可惜啊 糟蹋了您那么崇高的境界 这话怎么说啊 你想啊 你现在毫不坚持 就主动退出 公司肯定认为 你从一开始 就没有诚意合作 那以后你要想再合作 可就难了 还有 你那个前妻 她肯定会 以胜利者的姿态认为 是她靠自己的努力 得到这个广告位的 跟你的亲长 没有半毛钱关系 再加上 这一次她施压成功了 肯定不会把我们公司 放在眼里 以后 我们就等着说她的几对吧 至于我呢 就因为你的宽宏大量 我之前所有的付出 和我应得的报酬 全部一笔勾销 未来 我还要面对你前妻 那么难搞一客户 就因为你的好心 害了多少人 让你这么一说 我不成了历史的罪人了吗 尤其我就是对不住你 那那这样行不行 下了班 我请你一块吃个饭 你给个机会呗 算了吧 我还有约呢 我前妈她就是那种人 从来都只管把自己的人生目标 扩张到最大化 根本不惦记别人是死是活 当初她就是为了城市护狗 跟我爸结的婚 后来狠心抛夫弃女 独自一人跑了大阳彼岸修炼身心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以为他们两个人相安无事 两不相欠了 现在可好 弄一夫妻不成买卖菜 两人选的还是同一颗菜 我就纳了闷了 我爸当初是哪根筋搭错 能看上我妈 大伙说小屁孩 你现在说的 可是你亲妈 虽然她没有养你的功劳 她怎么着也有生你的苦劳啊 虽然她现在做的事情 是有点过分 但你爸都没说什么 你这嘴上就不能流点口德啊 姐我没妈要有 也就是你这后妈 不许叫我后妈 我警告你啊 你要再这么没大没小的 我可真生死了 那就是你不讲理 我跟苏达是闺蜜 按理来说我应该管你叫姐 但我现在管你叫后妈呀 明明是跟你长了一半 你凭什么生我气啊 行小屁孩 你要真这么着 我不管你了 我回去 马上就把那广告约签给你签吧 别别别 这事不行啊 你说不行管什么用啊 现在是你爸让人要退出 说这两天就去办退晶晶的事了 凭什么呀 这广告位是我爸先看着 凭什么给他呀 你们这个方案也做 内容也定了 现在就差签字这条手续了 怎么我前马冷不定 一来就得给他呀 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这广告位绝不能让 我也那么说 可你爸非得让给你妈 让给他 要这话怎么说的 我爸的东西他想要就拿走啊 这不强取豪夺吗 我们绝不能丧险辱过 侯妈 你赶紧给我前妈说 这事不行 凯蒂哥 气坏的女人伤不起啊 我看我姐这回 真的是不打算回头山 跟你重归于好 苏达 你姐对人哪都好 就是脾气太大了 我姐脾气大事大了 可是她讲理啊 不是要我说 你那小一夜 也不是省了得走 我也奇怪了 你说怎么每次 你跟我姐吵架的时候 她都得再出点搅和一下啊 是啊 我小一这人哪 唯恐天下不乱 有了她再好的事 也得鸡飞狗跳蛤蟆叫 凯蒂哥 我姐现在不理你了 你是不是觉得 特后悔 特伤心 特绝望 特郁闷 特悲醉 觉得这生活 都特别不给力啊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我不也才刚失恋了 你我既然同是天涯沦落人 所以说苏达 你不帮我谁帮我啊 又来了 不是你还想让我到我姐面前提起说好话呢 当然得说了 不仅要说好话 还要不遗于律地说 充分夸张地说 勇往直前地说 不吸一切地往死地说 那你知道这得费有多少拖沫 浪费有多少脑细胞 这个好说 来来来来来来 坐 苏达 在你为我跟姐美颜的过程中 产生的一切费用跟损失 都由我来承担 你看行吗 可以考虑 不过你要是真想让我姐回心转意 你不能光靠我在我姐面前喷你好话 你自己也得有所作为 我当然知道了 但是我现在做什么你姐都不利用 电话不接 短信不回 早也不见 你说 我还能怎么办 好 当冰角露出几根白发的时候 看自己还思念少时的情况 当清晨面对太阳的时候 问自己是否忘记了初衷 也看什么 你的心灵 在没有想念少时的黑暗 全部不在乎 不准备到泵 耳 recogniz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青春的弧弦变成沧桑的脸 你却依然选择与我并肩 我这种一棵树为你遮挡风雨 直到不知 模糊了我的视线 当青春的弧弦变成沧桑的脸 你却依然选择与我并肩 一棵树为你遮挡风雨 直到不知 模糊了我的视线 当秋风渐渐吹起的时候 拥抱着 迎接另一个眼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